那你以后以后对就想想出 想出想出 对那就了解了解 这就我们就撤了 行 那我呢 我外行啊 没事那你也可以撤了 你愿意撤撤不愿意撤 你就下楼子溜溜溜 那我就那我就后撤了 我们先撤 同样是腰间盘 为何咱大哥如此突出啊 人家节目组都准备收工回家了 但是大哥还练练不准备落构 夜黑风高黑灯瞎火 大手一线小路一走心要一楼 还请不就来了啊 我看这大早上 您上过来什么 像起打台球的也挺多呀 是 天天都是打台球的 你知道都看着游泳的 平凡球 这大早上就平常来多多人 开门就来 开门就来 我看行都岁数大都推起舞的 这边是平凡球去 打平凡球的也都有 平凡球我也能玩的 还有一个块 人家每天都是来 刚开始这边也是断续续续的 现在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 肯定是感觉 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不就这句话嘛 就是健身呢 学习这两件事 直接赢 就像你得到好处的时间 就像你存钱似的 对 转健康 你家是在这附近吗 离得近吗 家非常近 就得出门过马路就是 那你生活主要是 游乐为主 游乐为主 那你平常没啥 就是爱好吗 爱好呢 你家里就是这种写下字的 公园上爱好是不是 爱好写下字的 有时候呢 乒乓球 足球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的 高水平啊 咱大哥还真是劳魔级别的 生活习惯除了健身锻炼就是毛笔写作 烟酒不沾麻将不挡 身体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本钱 那大哥肯定是百万富翁级别的 毕竟成天泡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 咱看大哥的身子骨想不好都难啊 爱穿吗 挺安美的 尤其练好了 就人状态出来了吧 就也挺爱穿的 咱们这风格还挺同意的 我还行吧 我现在我觉得吧 不是说自己话 我觉得自己还可以 就是挺自信的 体态好了 就自信了 自信了 然后也爱穿衣打扮了 对啊 但是我没看你买太多件衣服了 没几件衣服 但啥呢 都得用上它 不是像人家有些东西 要跟他放点多 他不用啊 不用就剃 不用就剃除了 就我的穿衣风格吧 跟那些有些老年穿衣不一样 找一个吧 尤其说找个找个另一半 找个老伴 就不如说找个玩伴 啥就玩伴 更多爱好才好 看这爱好肯定有区别 举例的我会打乒乓球 他会打羽毛球 那我就跟他学乒乓球 我教他乒乓球不一样吗 就这个互补一样 对他更好一样的 就没有啥负担的 工作的这方面吧 也别说以后 就是指定说说死不工作了 也别说太死 再拿去 基本上就是中老年状态了 你看我一场生活都告诉你了 就有时候你看我朋友圈 天天就 夏天的跑跑步 接字 踢踢球啥 就对建设房这些伙伴 咱大哥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无把握指账 爱美知心人皆有知 看咱大哥的衣柜 别看没几件衣服 但个个都是高端 大气上当似的 圈子不大干净就好 衣服不多精致就好 身上的行头一块墨镜一戴 咱大哥就是整条街上最亮的仔 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就是想找个说得上话的 夫洗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在科厂外包公司就打干领活 就车底下除脚啥的 有休息吗 有一周休一天 那你这一个月在那会打工能挣多少钱呢 三千左右块钱吧 我去没多长时间 一个多月还没到呢 还不到一个月呢 你自己有没有退休啊 明年明年退休 干条富士品公司 明年退休是五十 五十 五十周岁就退呢 大概是预期分开多些 他说两天多吧 两天一二那样 真是孔雀与凤凰 比不上啊 大哥整天是没事打打球段锻炼 竟是闲情意志享受生活了 但是丑丑三大姐 这个年龄的女人还在场里忙东忙西 潮舞晚酒的来回奔波 同样是腰间盘 为何大哥就这么突出啊 我七十四了 他离婚离得早 本来跟我爸生活将近四十年 我就觉得 虽然不管我都得过 老人人老了也比较难 加上老人也害怕 医生也说 哎呀你要找对象 你说我是你的负担了 我就给你灯灯泡啥的 我说没事 一直长了去金老院 我今冬天别去了 我说以后再说吧 天暖和来 找一个金老院也行 他就最起码能玩玩 打打麻将落了口 在我家也就自己捐了 他自己有退休金 他也不是我的负担 就是 遇着好的呢 他有别人取老烟 我意思带着他 自己也就大把手 就吃过饭吧 老人能吃多少 洗也算算吧 能自理 那你找的话 都有啥要求啊 想找个啥样的 我现在对方最起码 得有个退休金 然后有个住房 你就住那 最起码得有房子 如果对方没有房子 情况下 哪怕就是那这后话 要真诚地把我这房子卖了 然后添点钱 两个人研究再买 要砸的两十一亭呢 这样住起来方便一些 我是这么打算的 就是说要真诚吧 那就协商吧 然后其他的生活在一起呢 那吃饭啥应该不成问题 就衣食住行吧 咱要求不高 也不要求说你给我多少 最码吃饭 应该说南方负担 应该没啥问题 家里正常开销吧 只要是一心一力 过日子就行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咱大姐的父母离婚后 老爸又给人家找了个继母 没想到母子俩人 竞出其的投机 这么多年 是一点矛盾没发生过 现在父亲已经撒手人寰 俩人之间 唯一的纽带也破裂了 没想到大姐就是不抛不弃 仍然是对继母悉心呵护 就瞅大姐这种人美心善的 咱看只要两人演员合得来 那就等着把帅心老公带回家了啊 认识一下 人感觉还行 就是瞅着人挺干净利索的 不犯人 就拍了演员还可以 还挺挺挺挺挺回来事 挺长的那个人 第一演员行 真行 相中了 第一印象绝对相中了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俩人一见面就知乎印象不错 大和更是胡同里感触 十来十去 直言对大姐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连孩子的名都想好了 大姐那头也是大快人心 直言大哥看着精神抖擞干净利落 都说相亲眼圆战一半 一见面就拍手叫好大获全胜 咱看离时酒席不远了 挺简单 就一室一厅房子 老房子 没事进去看看吧 这屋我和我姑娘住 我父亲走了 我继母现在暂时在我这儿 暂时就是我也接过来 走我父亲走一百多天了 然后继母跟我父亲过了四十年 现在我咋的也得管他 挺孝顺的 就我一直 因为我跟他们都非常好 我说了我这就跟那个 他们也说 我说凡谁不管我得管 因为老人有退休金 说白了就是吃口饭 也吃不了多少 这也得点赞 哎呀 你点赞 这也得点赞 老人也不是说咱们的负担 老人躲出去 说我别说你脱油瓶 要上敬老院 我说你短时间不用去 因为无论你住哪儿的话 我说也不差你一个地方 这样高中老人家 不用远山去拜佛呀 真的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大哥一听说 大姐对鸡母一心一意 也是打心底的佩服 司马懿扶住个 甘拜下风 而且人家也是丝毫不嫌 老人心烦 花有重开日人无在少年 谁都有生老病死的一天 咱现在善待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都是在被咱以后的人生记得 这多长岁了 74了 那咱们在这屋子干啥去呢 她跟我姑娘下楼了吗 她俩在家了 回来吧 外观了 没有她俩上超市 留的一小时 避出去等她未来就走了 就没人留的超市 是不是身体还不错呢 她身体正经挺好 对不对 这六楼梢梢梢 那下楼留超市都不错呢 就是咱丑的也是属于那种 咱们中华女性嘛 应该说都做了 这咱得给你点赞 真事 不是哥会说 真事 这是讲话呢 伺父前夫 老公也好 什么 姬母也好 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一个人必须 那种人品的过关 这一点过关 那别方面都行 真是海底栽花 根子深啊 唠了半天 也没看到姬母的身影 大姐也是解释道 女儿陪着去逛街了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之轻 大哥也是无功吃营火虫 心里有数 人家就是害怕咱心里有芥蒂 趁着今天相亲见面 才把人特意支走了 大哥也是从这件事上 直言大姐为人主事挑不着毛病 以后领回家也能少操心啊 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见身 没有大事我也是 就是断断身体 那挺好 大哥平常就是 基本上每天都进入房 那挺好 没下事 今天就是那种总老年模式吧 挺好 你都不干啥 行 现在完了没干啥 没上班 没上班 就等着退休了吗 等着退休 那这怎样待一年多了 两年多 哎呀妈 从15年待到现在了 15年初 那你没上班靠啥生活 去柯仲那天上班斩点呗 斩点呗 斩点呗 完了斩 就说对我家房拆了 16年给拆钱款 拆钱款 那没再买房 房子我心自己吧 一个人长呢 就没有 就是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就这意思 那现在咋想租着呢 现在租房子 那你以后肯定 得在那儿得买一个 得有儿无儿 要是不买的话 也得 就是我这个房子要换的话 也得添钱 那就后换了 我不喜欢租房 租房我感觉 就不像个家 以后要是真成了 我不喜欢租房 咋得有儿无儿 得买个房子 那你不能总租房子 租房呢 搬来搬去 我感觉 就是不是家似的 明白 就这个房子事 就啥呢 就是 要是在一般人 这房子没有房 租房子肯定是个短板啊 有时候吧 我认为是短板 但是也不是十分的短板 这房子我咋想 就是肯定得找另一半啊 就尊重你房意思 这是准了 但是啊 你亮点儿行 亮点儿行 千万得考虑好了 啪一下就在这买了 咱就一辈子了 我这么想的 真是过年娶媳妇 好上家好啊 听到大哥的房子是租的 而且人傻活也不不难 傻事也不做 就知道整天段锻炼写写色 大姐也是觉得不安稳没安全感 没想到咱大和是世家模拟 高是莫测啊 直言自个房子 是拆迁的给了点赔偿款 那这不就妥妥的拆迁户啊 有事花钱没事也是花钱 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为钱发出过 那买个房子岂不是 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啊 九点多进去 三点多就下班了 挣多钱一月 打你打你 没多钱 就还没开支 三天左右 下个月没有活也就两千五两千八那样 我要是过婚后我也不想上班 就是觉得不是会给人感觉那种可能是没有真实 那没有 就觉得这人说话敞了还行 这后期事那就得慢慢了解了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何知大哥是 任谁进了都红眼的拆迁户后 大姐也是放下了心中的顾锐 而且一说起以后生活的规划 大哥也是直言不用大姐上班 虽然没有直接表示要养活人家 但是就瞅瞅人家说话的底气 咱看也是板上钉钉 没得跑啊 你的老妹挺好的 这是她说话八八几个点位 意思 她就明白啥意思的 我们说得挺清晰 基本上你要该问我啥你就问 那你以后对就想两句 想出 想出 对那就了解了解 对 想出 你俩留个联系方式平常 行行 你快点 你帮我夹上吧 好了 没事 眼睛滑 你眼睛好好使 我眼睛近视 近视老是好像老了就不滑了 你看看人家都得出来了 真的 这是滑劲吗 带上还挺香油 就行了 带上还感觉咋的 有文化呢 完了车就我们就撤了 行 那我呢 我外行呢 没事 那你也可以撤了 你愿意撤撤不愿意撤 你就下楼子溜溜溜了 那我就后出来了 我们先撤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也是牵手成功 观众老爷们 是不是以为到这就结束了 那咱可就大错特错了啊 咱大哥可还有特长没展示呢 这城多少钱呢 6块5 来这吧 来这城 现在也不知道 这城 这城行 那种大翻 大翻 这都行 我没感觉 家常菜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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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挺好 上一家空手不带劲 上一家空手有点不好看 对 对 老师傅进屋 来啦 我给你买点水果 直接进屋 直接进屋 大姐跟我在楼下说 咱过来咱也得拎点水果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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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挺好 这家事 这都是 十全十美 都你自己做的啊 这也是买的 这也是不管哪儿的 嗯 熟食是买的 这鱼都自己做的 这鱼是活鱼草鱼 有鸡有鱼有肉 还有肠上啥 这是小肚 猪尔的干 还有水果 吃饭 挺好 有点瘦虫肉精的感觉 多少年没有这大鱼了 这没尝过别人做饭的 那个回到家就能有吃饭的感觉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先盛饭的 你俩也做着盛饭 大姐 不用不用 这这个 给我也不用盛太多 不用盛碗啊 吃不上太多 大哥那姐的碗是一对的呀 你俩是红色的 谢谢 谢谢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咱大哥这样式的男人 咋可能找不到对象啊 就活该人家相亲 成功抱得美人归 人不仅收拾的看精力 而且身体和习惯爱好 也是挑不着毛病 最关键的是 人家还上着厅堂下着厨房 不光是咱就连大姐 一推开门看到这琳琅满目的十道菜 感动的眼泪豆子都要留下来了啊 正好也是下班的晚饭嘛 晚饭也是表现的一个机会 表现的一个机会 这是必须得好好的 必须得最大的 五星级的全部就是必须得顶格那种的 顶格那种表现就得 就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吧 今天建筑大姐跟泽林建筑大姐 还是印象更好啊 就是感觉上更亲切了似的 没有那种啊 那种距离感啊 或者是有点小紧张 谁正常不那么拘谨啊 咱们有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盼望 渴望咱们好好地相处 相处下去 先尝尝你这鱼 年年有鱼 对啊 做物人的那个 这就是那个活鱼炒鱼 我就先来一口吧 有鱼 有时候咱们得食用菜 连它全给它 你尝尝 好吃啊 你尝尝来来来来 先来吃 挺好 真挺好 做得真挺好 这是西红柿炒的啥 西红柿炒鸡蛋 做的胡若被 那场黄瓜 挺好吃的 炒的吧挺碎 但是觉得说入口快 自己做完吃饭 或者别人给你做饭吃 那感觉是不一样 没说这么多年了 没有人 除了上亲戚朋友家吧 吃现成的 否则的话 就没有说进家 就有人给你做饭 吃个热乎饭的时候 我看是没有 说心里话真的非常多 就感觉像一个正经办法 过日子的人 那对方挺当回事的 放在心里了 对不对 老百姓说就感觉挺幸福 挺实在的 真是说想好好的过日子的 这种感觉 嗯 对对对 挺欣慰的感觉 然后感觉 遇到一位良人 人挺好 感谢老妹的催修 催修 来 来 感谢原来不晚 对 先生正主 肯定放心 感谢你们原来不晚 只能给你们送信 幸福来人 太突然了 干杯 可以好 谢谢